今天聊聊農曆新年的高鐵 高鐵在新年的體驗 利好了九龍的樓市 在農曆新年三天假期 經港深港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站出入境 接近了27萬人次 創了通車以來的新高 由於更多人親身體驗高鐵的方便 預計日後會有更多商務及旅遊乘客使用高鐵 對於西九龍區的樓市 以至零售業有正面的作用 雖然本港眾多的出入口、關口都破紀錄 但高鐵卻是位於市中心的地帶 而且可以直達中國內地眾多的主要城市 對於一些內地城市的乘客來說 高鐵可能比乘搭飛機 尤其是商務旅客 一到西九龍站 可以接連各區目的地 是十分方便快捷的 商務工作有時會很頻繁的 既然內地的商櫚要中港兩邊走 有財力既移於在香港租樓 或買樓長遠部署 好過租酒店 高鐵越多人認識 將會令西九龍區的樓市和零售業更受惠 本港市區酒店的價錢都不非 每月住幾次等同一般的住宅租金 經常往返中港兩地的商櫚及九龍區的租樓 是逆化算的 如果財力更佳 買住宅物業既可以解決住宿問題 又可以作投資一舉兩得 好 好 好